由一群社会人士所组成的小小爱心会 每个月固定捐赠百米帮助弱势家庭 十年来未成间断 而农历新年过后呢 特别捐赠240公斤百米给花莲施工所 希望透过施工所可以转赠给弱势家庭 市长温嘉贤代表接受并且致政感谢状 肯定小小爱心会持续关注弱势的善行 由一群社会人士汇集爱心所组成的小小爱心会 每个月固定捐赠百米帮助弱势家庭 一捐就是10年 早纪人游秀景表示 特别感谢东西米店支持这项捐赠活动 这10年来百米都不成涨价 老板也自掏腰包主动加入小小爱心会的运作 我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东西米店做个广告 他从10年前把这个3公斤的米 用非常便宜的成本价给我们到10年都没有涨过价 那个老板说只要我们坐下一直坐下去 这个米都不会涨价 因为要把这个爱继续的传承下去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扬善 多多的行善 市长沃嘉贤代为接受 并且致政感谢状 肯定小小爱心会持续关注弱势的善行 非常感谢小小爱心会的所有成员来到花莲市公所来做爱心 让我们所有的物资都能够给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些朋友们 再次要感谢他们 特别要讲到小小爱心会一座做了10年 不只是花莲市 其他各个乡镇市 都是这样子在推广他们的一个善心意举 再次要代表这些好朋友们 谢谢小小爱心会的每一位成员 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 不同职业的一个爱心人士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 也能够加入他们的爱心 来帮助更多需要协助的每一位好朋友 市长表示 这批百米将会转送给家福中心经济辅助的岸家 市长也呼吁花莲乡亲 周边如果有个案需要帮忙 可以通报给里干事或者是里长 也可以反映给市公所社劳客 让工部门全力来协助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